據德國《雙報》沉迷的報導 聯邦政府消息人士稱 中國蔡薇電子集團子公司瑞典Cinex 而收購德國Elmo公司的晶片生產線 目前聯邦經濟部正在審查該收購案 預計會將在未來數星期作出最終的決定 相報稱德國政府有意向批准這次交易 而聯邦憲法保護稿警告政府不批准 並指出在晶片領域增加對中共的依賴很危險 在上一年的聖誕前夕 Elmo公司宣布將放棄在多德蒙德總部的生產線 Cinex公司將以8,500萬歐元的價格 接管該工廠和股份 而目前Elmo公司和聯邦經濟部 都不願意就這次收購案發表評論 德國安全部門認為 晶片市場不僅涉及技術知識的外流 還涉及生產能力 最近聯邦情報局和憲法保護局 都對中國的野心發出警告 警告稱 中共正有意在晶片領域進行收購 以填補西方退出後的需求